这狡猾的病毒影响太多人的作息了 婆婆非常好奇 你们都待在家里干什么 婆婆现在就是三件睡衣而流患者 每天在家里劈头散发的 甚至是今天因为要入镜 所以把头发卷一下 否则平常啊 头发就是这样子 乱七八糟的 你们不会跟我一样吧 这个顽固的病毒 在美国好像越演越烈了 在未来这一两个礼拜 我们还是更安安分分的呆守在家里 但是在家里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情况 目前我就是跟我们家老爷子两个 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早餐汇报 之后呢我们就分隔两地 好险还有网路哦 如果没有网路的话 WiFi像昨天WiFi大概给我当机一两个小时 我整个人快要发疯了 这个就是变成我们家的生活 到中午的时候 再来就是午餐汇报 晚上的时候 他看到什么样的资讯 我们又再继续分享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每天 一天下来的生活 好险还有WiFi可以提供 还有这些影片可以提供 让我们更多的资讯 那只是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对社会上根本一点贡献都没有 倒是因为勤与煮三餐 所以对地球倒是制造了很多垃圾 这是什么东西啊 搭飞机提供的餐点啊 经济餐的餐点就如同像一包垃圾这样子给您 所以这种方式生活好像已经 不是以前我们这样生活的品质了 可是因为呢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慢慢呢人民也不会抱怨了 甚至呢要上医院可能不是很方便 那因为大家也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也不会去有太多的抱怨啊 因为其实比我们更需要帮助人更多了 那婆婆因为前几天有需要去医院 我才发现 现在的孕妇好辛苦哦 他们只能一个人独自到医院里面去 就是我所看到的这家医院 她说甚至她要去生小孩子的时候 这是美国delivery或labor 她也是一个人独自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么欢乐 迎接一个新生命 变成就是孕妇一个人单独要到里面去奋战 那一天我在孕妇我听到这样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哦 我们那个时候去生小孩 家人啊都很高兴会在外面这样迎接着 baby出来 现在变成说要单独一个人去挑战这样子生小孩 我们也要为这些孕妇妈妈未来妈妈们加油 这世界改变太大了 这么多时间待在家里可以干嘛 那其实长久下来会有很多思考跟沉淀在那边 那就会认为有一个观念哦 你要有行动你就会有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观念是我们现在目前 即使是说被居家隔离不能出去 给自己的观念 你可以在家里学习 这个行动在未来整个经济比较景气的时候 你就会有行动去创造更多的机会了 因为有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并不是白白就有成功的机会 当然运气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在当中有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累积自己的智慧 或者是看更多的书啊 来充实自己 这个时事改变整个大局 实际上可以趁这个时候 也可以多充实自己 那如果家里有很多T&H在玩电动玩具的话 家长们也辛苦了 因为可能也要弄正向的方法去引导他们了 还有有更小的baby啊 或更小的小朋友啊 可能在家里有很多好动的体力啊 父母亲可能也很辛苦了 年轻的一代辛苦了 养儿育女是公平的想 当初婆婆也是从孕妇育 而还要工作才有现在的悠闲加油啦 相对我就觉得 我跟我先生两个在居家隔离呢 就轻松多了 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啊 就把窗帘啊弄一下 面把衣橱的衣服也清一下 我们才发现 根本呢 这种居家隔离的日子 漂亮衣服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趁这个机会 把家里做这个大扫除 你看目前 三件碎一轮流穿 也就绰绰有余了 还有就是每天都会洗好多衣服 这目前应该是我居家隔离的生活吧 待几天下去 才发现平常的生活 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了 我发现平常我们要是有一放假时间 我们就会安排啊 要到别的地方去玩 也没有想到好好坐在家里待着 投资这么多在房子上面 也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温暖的家 没想到我们在有空闲的时间 还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度假 那可能搬一大堆行李 到转换一个地方 可能去吃个早餐午餐晚餐 这样子而已 可是这几天下来 你就看看 平常没有仔细在观察周遭的环境 包括居家的环境 你就会觉得 哇 这几天可以放下更多的心情 去感谢周遭的一些事情了 还有Brian 他也上次所介绍的 脸花惹草神器 而且真的非常管用哦 我们家前院 有一些花花草草的 或者杂草啊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名字 也去scan一下了解一下 会可以得到很多乐趣的啦 趁这个机会 让自己修身养性 所以我想 应该可以达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了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很文库很讨厌的疫情 离我们远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